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五卓 那五卓每次都会 都会按照这个顺序讲 好就是结卓 然后烦恼卓 众生卓 见卓 命卓 好可是我觉得了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 这中间的次序 那我们现在先分别来 来叙述 这些卓是怎么回事 好什么叫结卓呢 就是这个时代 我们很简单讲 好那结卓的结 我们如果用翻译来看的话 就是这个时期 或者是我们用现代的话 讲说这个时代 好就是说 这整个时期 这整个氛围 它是糟糕的 好这是糟糕的 所以不一定是末世 就是说所有的 所有的状况 那所以 那这个糟糕的时代 是怎么造成的 好是怎么造成的 好那我想 好我们先 我们先从个人开始讲起 好 是由这个建卓跟烦恼卓 好他说建卓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是人 好这人这样子的 的这样子的动物呢 因为你有你的我之 我们刚刚讲 有那个分别心 有那个人像 那个我像人像 众生像瘦的像 所以你有一个烦恼的根源 好所以你对于事情的 意见 或者说你看到的世界 就会不一样 你的世界跟我的世界 不一样 你认同的东西 跟我认同的东西 不一样 好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 好 你 有的人他就是 很喜欢吃酸的 有些人就觉得 为什么有人要吃 这样子的东西 好为什么有人 喜欢吃臭豆腐 为什么有人 喜欢吃麻辣锅 好那 这是自虐嘛 对不对 那么难吃的东西 你觉得难吃 他们觉得不好 不好吃啊 对不对 好所以 这个是我们 我们对于 见地的一个 一个不正确性 不正确性 就是我们对于 这个世界的 我们的认识 跟解释 好有他 不一样的地方 那当然 由于什么 由于我们自私 最主要是我们自私 好就我们刚刚讲 那个 那个我值 就是那个我 很重要 好所以 所以呢 我们常常 你可以反省一下 你可以反省一下 其实你常常 跟人家起争执的时候 那他 你往回 往回去 去反省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说 其实你 很大部分 尤其是跟你的亲朋好友 你起争执的时候呢 其实有大部分的时候 你都是很生气 他不听你的 这样的吗 就他不听你的 譬如说你身边的老伴 你认为 你认为 每天要运动 非常重要 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你要运动 要运动 那他都不听 他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运动 天气那么冷 等等 他就很生气 我是为你好啊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 当然你说老师 我不承认 我觉得我真的是为他好 可是我们仔细的去检查 为人家好 这是一定的 因为你认为好的东西 所以你想要分享给他 你想要推荐给他 可是他如果 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佛教的观点 会是什么 他因缘不成熟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说服的力量不够 或者是说 他到 他现在没有那样子的需求 那我们就要打住 我们的 我们的推销 可是大部分人不会 大部分人会觉得说 你不听我的 就是看不起我 你伤害了我的好心 你伤害我好意 我们常常会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想法 那就这样子呢 因为这样子一来一往 我们也没有察觉 我们自己的那种 把自己自我感觉 扩张 越来越扩张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的 我们的生活中的烦恼 就越来越多 好 好 所以 所以呢 见着造成烦恼着 好 就是我刚刚讲的 由于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和解释 由于你对于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互动 有了不是很正正确的方法 好 不是很正确的方法 那么 所以你的烦恼就出来 那烦恼出来本来是烧着你自己 那渐渐的烦恼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就会去影响别人 好 你就会去影响别人 然后你会造成你身边所有的人呢 都进入一种 剑拔弩张 一种对立 一种吵架的状态 好 好 因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见 有了偏差 所以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于 见着 好 那我怎么样 好 我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 好 我怎么样去看待我跟人之间的关系 好 就是 很多例子 很多例子 就是当你面对了你儿子要结婚的时候 然后要请哪些客人 要在哪里请客 好 那儿子 儿子妈就觉得说 我们就开一个茶会 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庭院里面 老妈就会说 这神何体统 对 那都要请哪些人呢 然后算着算着 老妈所有的朋友 那个 跳牌舞的朋友没办法请 老同事没办法请 所以老妈就整个就抓狂 然后最后 儿子就说 是你结婚还我结婚 那这完全就 就破裂了 对不对 那我养你这么大 你用这样的方法跟我讲话 那早知道我当时 你三岁的时候 你生病发烧的时候 我就不要治你 然后就这样 所有的东西 一下子就 整个裂开来 好 那其实儿子讲的话好像没有错 那我结婚还是你结婚 对不对 好 那你喜欢请客 那你请客嘛 可是这边 就会觉得说 这是讲的什么话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争执当中 你如果认真的去想 认真的去想的时候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最后吵到最后翻脸的时候 都是两边的我之 非常非常的 没有办法夺协 只要有一方 有一方 好 比较无所谓一点 那他就达成协议了 是不是 他就达成协议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烦恼桌 它来自于 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去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那个道总机 我如果可以接受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独立存在 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话 你就不会期望大家都跟你想的一样 那这个烦恼就比较少一点 那由于烦恼桌和建卓 而让你的生命怎么样 让你的生命呢 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这就是命桌 这样懂吗 建卓烦恼桌造成命桌 造成命桌 所以因为很烦恼密集 所以就会生病 就会死变得短命 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就一直衰老 一直衰老过去 或者说你的生命整个 就算你活得很久 还是很痛苦 还是很痛苦 因为你想不开 你想不开 那为什么我要活这么久 那为什么不早早死掉好了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 你想死也没有那么容易死 那我们就坦然的去接受 该活多久活多久 好好的好好的用我们每一天 那我的命就不会拙 就比较轻一点 我们讲那个拙的对反是轻 是透明的 是干净的 拙就是楼楼 那个台语讲的楼 好那当每一个 当每一个在这世界上 每一个众生都命很拙的时候 那这众生当然拙 那众生拙这个时代 怎么能不拙呢 好所以这样这样子懂吗 好我们要倒回来这样讲 好那我再重述一遍 建拙造成烦恼拙 好那你因为建拙烦恼 而成成而造成了你的命拙 那人人命拙就是众生拙 好那众生拙 这个时代当然 所以他是 他是这样子一个一个架构 这样的吗 他是这样一个架构 好那么 那么我们这样子说 我们这样说 好一切一切的事情都从这里来 好所以呢 是是建拙 好好 伸出烦恼拙来 对不对 建拙 伸出烦恼拙来 好那这个烦恼 这个烦恼拙呢 造成了什么 命拙 好那每一个人命拙呢 就众生拙 所以这个众生拙呢 就造成了解拙 好那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好大概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那这样我们就伍着 比较容易理解 好我要在这里先提醒大家 那个那个印度人对于分类 跟那个架构整理 其实没有很 没有很有逻辑 就是没有很整齐 他常常分九类 可是这九类的分法不一样 好大家如果有读金刚经 就会有印象 他讲说或 或或胎生或卵生 或湿生或花生 这四个是同一个方法在分类 好那接下来 又是另外一种分类方法 所以像五卓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名称呢 我觉得啦 你没有很认真的去想 真的就是 他就是一个名词 五卓二四 五卓二四 那到底哪五卓 其实讲的就是这个杰拙 讲的就是说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 那虽然他叫贤姐 但是他就不 他就是具有这样子 那具有这样子的特色 就是乱七八糟 呼噜呼噜的这种 来自于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的知见的错误 谢谢大家